或其他运用于其他经主管机关核准的项目 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特别经主管机关核准的话 基本上你的钱就是放在金融机构里面 或是购买上市商会公司的股票 或者是购买工 共同基金 这样可以吗 共同基金要注意哦 是国内的共同基金哦 所谓国内的共同基金 我比方说 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 保存的印度基金 算国内的基金还算国外的基金 国内的基金 他投资的标的 这个基金他投资的标的不是我们考量的重点 是这一档基金 他是在国内经核准发行 国内的证券投资公司的 发行的信托收益凌证 这样可以吗 因为保存是国内的信托投资公司 这样可以吗 可以 好 这一点很重要哦 好 所以有人说 公司去买本交费的钱去买 为上市公司股票的用 他说可以耶 我这个很有感动 这个 这个会 这个会涨 到时候上市会涨 这样子可以帮我们筹措健康奉献的钱 可以吗 不可以 不可以 好 再来第六点 这个大家要留意 这个大家要非常留意 董事监事中主要捐赠人及各该捐助人之配偶则三亲等以内担任董事监事的人数 不得超过全体董监事人数的三分之一 也就是说主要捐助人跟董事之间或董事跟董事之间 有三亲等以内亲属的关系的不可以超过董监事人数的三分之一以上 好 所以我拜托各位回去马上把你们的董 把人登记真数拿出来 看看里面的董事 对不对 看看里面的董事 特别是董事有五个的 只有五个的 那你要留意哦 里面只要认两个董事是夫妻 父子 子女 或者是弟兄 不对 应该说兄弟姐妹 的话 那么 两个就完蛋了 对不对 五个里面两个有没有超过三分之一 有 有对不对 好 那怎么办 改选 或者呢 增加把它稀释掉 这样懂我意思吗 好 这个很重要 好 那另外一种偷懒的方法是什么呢 你至少至少 对不对 有人啊 就是阴拗啊 就跟主管局官说没有啊 好 那问题是 我一大人起来看 对不对 你看 比方说两个人同弟子 对不对 那又不同姓 那一男一女 那你想他就是什么关系 就是夫妻关系 对不对 好 那两个呢 比方说一个叫做黄启峰 对不对 一个叫做黄启什么 对不对 那这样子 然后 然后 这个是不是很容易 那你说 没有 那不然身份证拿出来看嘛 对不对 所以同弟子的啦 同姓的啦 你们是不是都要稍微留意一下 对不对 当然最好就是教会里面的大家都熟识 因为通常懂事的人数不会太多 不过当然就是开玩笑 是希望大家做一个彻底的一个了解 好 来 第八点 用于创色目的有关活动之支出 不低于基金每年支席及其他各项收入的百分之七十 这就是大家最常最熟知的 我们的支出要达到当年度收入的百分之七十 那以前 早期这个法令 如果你早期有留意 有读过这一个法令的话 请你特别留意后来改了 它是说 这个基金的支席及经常收入 好 那我谈经常收入 对不对 通常比方说长老教会体系的 特别了解经常收入 对不对 因为他们有清楚定义什么叫做经常收入 好 那十一奉献 感恩奉献 主日奉献 就是叫经常收入 对不对 建堂奉献就是非 不是属于经常奉献 对不对 经常收入 对不对 它就跟主管机关 argue什么叫经常收入 所以后来主管机关 这个地方就修改 总之它就做到各项收入 各项收入 好 所以总之你的总支出 必须要达到总收入的70% 这个计算里面有很多的细节 我们等一下会来讲 好 不过总之呢 支出要达到收入的70% 是大家所收支的 好 再来是 第九点 其财务收支 应给予 即取得 即保存之凭证 都有取得 都有保存 都有给予 并且有完备的会计计料 会计记录 经主管机关 查核属实者 简单的说一句话 就是 账证要完备 对不对 账证要完备 好 以上九点 还有第二项 如果当年度收入总额 或是你的财产总额 达到 新台币一亿元以上 的话 那么 你还要经过会计师 做税务签证 加上这一点 总共是当做 把它当做十点 对不对 好 你符合这些 这十点的时候 你才叫做 符合这个标准 符合这个标准 就会使得 你下面这个部分 免税 如果不符合 这些标准的话 就这个 连下面这个部分 就不免税 好 可是我们仔细来 稍微简单的解析一下 我们把这个条文看完 我们再休息 第一个说合法立案 对不对 有立案就有立案 没立案就没立案 一翻两正眼 不会有模糊地带 对不对 那还没立案怎么办 很快立案 对不对 一时还没立下来 怎么办 两种方式 对不对 一种方式是 你一定开不出奉献收据来 对不对 跟弟兄姐妹讲说 鸡彩在天 对不对 好 那当这个 大家当笑话讲 没有 鸡彩在天不是笑话 但是我说 刚刚这件事 当笑话讲 因为你还是要合法立案 你才能够进行这些宣教的工作 这很重要 那 那怎么办 找你的好朋友 对不对 怎么样 说我可不可以归属于你们 你们教会令我们非常的 非常的仰慕 那我们可不可以成为你们的分会之一 对不对 可不可以 可以啊 大家自己判断 对不对 好 好 那 这个立案的部分容易解决 好 至少有暂时解决的方法 第二个 变相淫于分配 我们一定不会有这样的行为 对不对 好 那 第三个是剩余财产的问题 好 我要提醒大家 如果 你们当中有人的教会是比较 比较很久没有修章的 甚至连章神在哪里都 不见得章的 到的 那我觉得 我建议你特别要把它拿出来看 好 那 这个部分 甚至未来你会涉及到一些 免赠 免赠与税 或者是 免 免 土地增值税的一些相关的规定 你这个地方一定要赶快 趁还没有发生 这些税务纠纷的时候 赶快去修改你的章程 可以吗 好 一定要把这些文字修改进来 好 那么第四个呢 是 打死不承认 对不对 没有开玩笑 我就说 大家一定不会有这种行为 你不会去经营跟你的目的事业无关的行为 好 所以以上四点 应该基本上不太容易发生错误 对不对 好 那么第五点呢 第五点是说 我们的各项 就是除了运用金以外都放在 都放在银行 或者是买上次三规公司的股票 或者是共同基金 这个一定要遵守 那这个呢 如果你之前没有做得很好的 赶快怎么样 改善过来 改善过来 好 第六个是请大家回去检查 对不对 那该改选的 或该修改章程 去增加人数的 就赶快去修改 好 那么第七点是说 这个捐助人或者董监事之间 没有什么不正常的财务关系 或业务关系 对不对 好 那我们相信说 在座的各位的机构 也都是很正直的 好 那我里面其中 唯一比较具有不确定性的是 是什么 百分之七十的问题 对不对 可能今年有达到 明年没有达到 所以可能会成为 每个机构所关注的 因为它会影响你能不能适用 对不对 如果大家通常都是很合法的 来进行的时候 基本上刚刚那些条文 都不会去犯 董事不小心选到 赶快改选 对不对 不小心选到三千等 赶快改选 就可以解决了 那么所以 唯一会让我们每年都 都要伤脑筋的就是 刚刚讲的这第八款 对不对 第二条第一项第八款 好 的这个部分 百分之七十 因为每年都不一定达成 那么当 如果有达成就服而免税 如果没有达成的时候呢 有人说没关系去缴税 对不对 好 没那么简单 它所涉及到的问题 除了所得税之外 它还会使得我们 比如说 这样算一算一算 结果呢 虽然不符合这个规定 可是呢 我们缴税算了 因为这样算下以后 缴税只要缴五万块 所以我们就去缴税吧 好 其实没那么简单 因为你 你符合 你没有符合这个规定 的话 基本上我们还有一个东西 就是说 弟兄姐妹会不会捐款到教会 或者是说外面的这些支持的人 会不会捐款到基金会里面来 会 这些捐款 它当然我们开捐款收据给它 这是一个事实 捐款是一个事实 我们开捐款收据给它 它就可以去抵税 对不对 它可以去抵中和税 所以是一件事 可是大家不要忘了 这个是不是叫做正语 捐款是不是就是正语 大家有没有听过正语税 要不要讲 要 要 那我们弟兄姐妹 每年都在捐款 为什么都不用讲 我跟大家报告 我们刚刚是不是讲 我们那个 机关团体是不是免纳索的 所以是不是有个适用标准 有条件 你有符合有免税 没符合免税 没免税 大家猜正语税 是不是也是有个标准 有符合有免税 没符合没免税 那个叫做不记录 遗产及正语总额 的适用标准 也就是说 我们原则上正语 就应该要缴正语税 但是如果你符合 不记录正语总额的标准的话 那你就可以不用算 不算正语总额 当然就不用缴正语税 对不对 结果大家有兴趣 可以去看 不记录正语总额的适用标准里面 跟这个的相似度达到百分之九十九 它的相似度达到百分之九十九 所以基本上你不符合这个的话 你基本上你就不符合 免正语税 那就会导致什么结果呢 会导致一个结果就是说 我们可能不符合免税 我们就会 也许你算一算 只要缴五万 今年只要缴五万块 你就去缴税算了 对不对 可是当你缴完税的时候 你的弟兄姐妹很可能都要去缴正语税 问题大不大 很大对不对 引起的骚动恐怕不小 对不对 而且你解释得清楚吗 不容易哦 对不对 是这样子嘛 对不对 所以不要认为说不符合这个规定 缴税了事 是没错 你要缴所得税 这是一定跑不掉的 可是后面还有引发的 恐怕还有赠予税的 弟兄姐妹的赠予税的问题 所以一定要谨慎 好 那所以呢 我们等一下 下一堂课来跟大家讲说 来跟大家讲几个事情 第一个是说 当你不符合这个规定的时候会怎么样 当然我们不希望缴税了事 那么我们来谈会怎么样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是说 好那我都符合了 然后最后我的磕税所得怎么计算 他说这边要缴税 这边不用缴税 那么是要怎么计算 还有我们刚刚讲 百分之七十是收入除以支出 这么简单吗 还是说他有一些特别的规定 那这个是我们下一堂课主要要讲的部分 我们第一节课主要跟大家要谈的就是免税的基本的概念 属销售货物劳务非属销售货物劳务的基本的概念 那下一堂课就是详细的来解释说 不符合的时候怎么补救 然后还有如果我们符合了 之后那么要如何来计算我们的特税所得 还有百分之七十 好这样可以吗 谢谢大家